大家好,4月20日星期六 昨晚看了留言,有个背景声 可能我撥到一些按钮 刚才我在收费节目试过,背景声比较小 我现在再教一教,但它有个怎样说呢 虽然我自己可以听回自己,但它不是的 你在电脑里面听,没有东西 它要怎样呢,它要你录完,录了,转了档 upload上youtube,然后你在手机里面听 才能听到,如果在电脑听不到 电脑,譬如我现在听我自己说话 或者我电脑,拔了个耳朵,录完之后 播出来,我听不到背景声 是要手机才行,很怪的 希望今次教得再好一点 可能我中间撥到一些按钮 4月20日星期六凌晨 现在是今天早一点 星期五下午4点05分 今天就糟糕了,日经跌了1000点 我不知道台湾是否放假 我只见到今天星期五下午1点半 股价和台湾加权指数都一样 跌了78点 台股跌了3点多 但印度股市是涨的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当然是以色列还拖 第二个问题是通胀 其实日本就舒缓了 2.6% 美国的就业数据也好 问题是,这样美国今年会不会不减息呢? 现在在市场上已经传 香港有些公司可能会很大事 其中一个一定是新世界 现在已经有些节目传出 conoce 表示公司预约是三百亿 但她的 屏幕就是 600亿 现在卖楼也卖不到 卖产也卖不到 你是不是要卖周大福救新世界呢 你卖周大福的又是誰要呢 一連串的問號 如果今年不減息的話 那些領展呀 你全部香港雪上加霜 雪上加霜一定雪上加霜 所有的東西都會貴 失業率又高企 銀行又不放水 之類的情況 情況是相當差的 現在港股比較奇怪 港股跟別人不同 但怎樣也好 它都下跌 現在收市 恆指跌了140點 守住16245 成交是991億 先說一些成績表 鑽石狗組合都下跌 197% 美銀是94% 財務自由組合 沒辦法 由我們成立開始 杜指、杜指、納指和我們 都下跌2% 三個都是下跌2% 即是同撈同煲 這就是我們的封面 其實我們都說過 香港貨櫃碼頭排名 第一次這麼多年來 跌出全球十大 你說板主衰了十年 對不對 但原來它被杜拜搶上來 即是王子 即是王子上升了十大 即是徐水上升 上海是綁手 不是綁腳 是綁手 問題是 如果這樣的話 王子容易死 怎會還投資你 對不對 是競爭對手 另外一樣 我們的運樓局 即是運輸及物樓局 這樣回應 就說 不是 我們不是排第十 即是我們不是排第十一 我們是排第十 這樣 喂大哥 你知不知道醜字怎麼寫 排第十就很輕鄉了嗎 另外有奇怪 他說 我們有個空運力 即是說 飛機 我們行的 就是這樣 那是否就是告訴別人 我們手可以斷了 可以 不要緊的 我們有兩隻手兩隻腳 斷兩隻手都好 不要緊 我們還有兩隻腳 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你看到一件事 它根本沒有心去救 沒有人敢回答 沒有人敢回答 譬如你問英國 你連續兩年 連續兩季了 你的GDP爭取了0.1 你很容易衰退 那它不會這樣說 喂 0.1而已 比負責任的政府 是不會說這些 第二件事 我們在做這件事 搞經濟 有些實質東西拿出來 你看我們香港是沒有的 它告訴你 不要緊 我們還有個飛機 那就是船那裏有它 應該是吧 你是混流局 你最大的了 你都不搞 那誰搞 它居然可以告訴你 哦 我們綜合實力是強的 那就是貨櫃碼頭不搞 那誰可以搞 那就死定了 待會我們進去 說多一點 這個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了 首先 以色列 也挺厲害的 同一時間 打伊朗 敘利亞 和伊拉克 但問題是 造成的傷亡 等等 暫時不知道 只知道 有打到導彈出去 伊朗一定複出 不可能不複出 不可能不複出 大家看到它打誰 就是打那些 那些 伊朗 就是阿頭 哈馬斯 真主黨 伊拉克 其實都是什麼 都是伊朗的代理人 所以 以色列 不會跟你說這麼多 不會跟你搞這麼多 我就打你 一定要打到你為止 會不會有些大的傷亡呢 暫時不知道 但問題是 它一定要這樣做 如果 你不這樣做 的話 你完全 別人不會害怕你 但問題是 這樣做 也顯示了以色列 在中東的位置 即是 我一個 都抽了你們 雖然你說 美國佬 或者歐盟 不要打 現在很麻煩 但 以色列可以突顯了什麼 它在中東的地位 有我以色列 在 你美國不用怕 我幫你打 你看到 其實它不是一個老粗 內塔尼亞湖 它是顯示了 我值這個錢 你給錢我 你軍援我 你扶起我 以色列 我是直租的 你們要打 如果你想想 如果我可以 武力鎮壓你 其他事情你都不用說 你都不夠我打 所以問題是 它顯示出 我以色列 收得你美國佬錢 你美國佬給這麼多戰機 科技扶得我 我是有這樣的能力 不過 你不要跟我說 不要打 因為 這是國家的問題 它都是威權統治 如果被人打到 近身 哎呀 我截了飛彈 那算吧 那它不是每天射過來嗎 不可能 你打我 我就打你 只不過有沒有傷亡 就不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以色列就有鐵窮系統 伊朗那些沒有 你看看 後面 中國 俄羅斯 到現在都未出聲 現在下午4點15分 都未出聲 根本就不敢出聲 哪敢出聲 你以色列瘋了 你過來 對支火箭 過來你中國 你就糟糕了 真是 不知道的 很難說的 但問題現在顯示出 以色列的身價 即是 我告訴別人 我是可以的 我是可以的 我一個抽殺你們 那麼多個 根本不夠去打 如果真的打的話 好了 但以色列是否真的想打 不知道 據說 襲擊他們的核設施 但問題 究竟伊朗有沒有核武 敘利亞 伊拉克有沒有 不知道 但是 金馬上升 金升了 2388美元 1盎司 馬上升 股票一定跌 肯定是 這肯定是 美股今晚跌不跌 我不知道 暫時未看到美期 但是 你看到 幾個不同的原因 台股和日股 幾個不同的原因跌 第一是美國的數據好 有機會不減息 第二是打仗 第三是日本本身的數據 通脹也是跌至2.6 日元會否有干擾 令到日本加息 日本一加息股市會怎樣 很多事情都不清楚 伊朗說明 無意即時報復 即是又遲些 報復又遲些 說回我們的主題 Alpha Lina 根據香港在過往一年 處理多少個集裝箱 計出來香港的排名 已經跌出了全球十大 已經是 杜擺升了上來 剛剛耿頸十 騎著第十位 有記者問我們的運輸及物流局 他們說 第一 香港港口實力是綜合全面 即是說 我們有陸路 我們有碼頭 我們有飛機 飛機頂得住 碼頭他沒有說 碼頭他沒有說 但他說了一些無無畏的事情 其實大家看到螢光幕 我們的碼頭都相當吉下 即是死撐 他說 Alpha Lina 根據去年中 香港處理集裝箱的數量 就說香港排第十一 但如果根據另一個 航運業媒體 Lois List 他的數字就是 香港對一роп排第十 跌了一級 即是我想問我們他們的官員 知否這醜字怎麼寫 拗這些沒意思 未便 á 這就是這樣 跌倒下去,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特区官员就是说这些 其实他这样跟得你拗,即是说他根本就不会救 即是说香港的航运业是死了 喂,如果他有任何拯救措施,他都告诉你 你看到他就告诉你,第十而已,第十而已,未第十而已 即是说特区政府对香港的航运,集装商是完全没有任何拯救计划的 死就由他死 让我们香港运货全部送上去大陆 要么就被新加坡抢了,要么就被日本抢了 就是这么多 大家看到了,什么是说 本港港口实力综合,你自己看得到 喂,没什么的 长期浪费的 是啊,长期浪费的 根本你咬第几位也没意思 所以你看到在街上 长期,长时间 你有没有看到有集装车 没有 我告诉你,以前 九几年代 我们去这个最多落货有两个地方的制衣 一个地方就是观塘 一个地方就是新暴江 新暴江 即是五方街,六合,七起那里 你一有货车落货,你动都动不了 真的要落车行 我告诉你 你听听 零几年代的时候,我打韩国仔工的时候 即零几年未的时候 我还打韩国仔工的时候 去这个新暴江 还有很多地方 是落货塞住的 去到一几年 差不多已经没有 大家在街上 有没有看到有货柜车 我想你 五年时间都没见过有大的货柜车 真的 大家看到有没有什么工厂地区是有人落货的 是没有的 香港好像不需要货 没有人落货 这么奇怪 其实是有的 在机场 但是当你没有了码头的业务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没有了一大半 码头 即船 用来运用什么 运用大体积的东西 贵的东西 还有 不是这么赶的东西 你不是野野用飞机 飞机很贵 对不对 如果当油价 为什么现在 很多时候都用飞机 因为油价低 但是如果油价一高 什么时候油价会高呢 当印度一崛起的时候 印度和越南一崛起 油价就会高 你油价一高的时候 如果你不用船运的话 你的东西贵到妈妈都不可以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你在街上 我想你十年没有见过货柜车 真的 你以前还说 哎呀 惨了 就是 哪个在国内 他 就是我们的司机 我们的司机 糟了 虎门大塞车 下不了 货赶不了 你猜现在还有没有 没有了 全部没有了 还有没有中港司机 以前中港司机 我们零几年代 零几年 几万元一个月 知道吗 我当时有几个朋友 朋友的朋友 开了一家 开中港车 他是一对情侣 不过老一点 我们三十多岁 开的 他自己本身有些班底 租货柜车 帮人下货 接 order 他当时的office 就是这个新浦江 是的 一家公司不是很多人 四五个人接 order 然后有一群 中港司机 租车 帮他们 运货柜 接单 上货 下货 入仓 等等 当时有这样的行业 2000年 好像是找得不错 那时是 当然辛苦了 不然才有很多 order 我认为现在全部都没有了 电动车我们说了 现在路透社就说美国施压 你打算去墨西哥做 我告诉你 现在不是你的电动车 在墨西哥做 然后运货到中国的问题 现在问题就是你的电动车 在墨西哥做 我认为你做都做不到 你跟着想运货到其他地方 什么巴西 这个 拉丁美洲 墨西哥 墨西哥 我认为你不要想 大家看到美国施压 墨西哥 墨西哥 其实之前谈的时候 已经跟中国说 不一定可以给到优惠 现在墨西哥就会停止 给中国电动车厂优惠 你没有优惠的话 你没有优惠 你做了出来 我加重你关税 你又去不了美国又去不了欧洲 你以为墨西哥会给你吗 你以为巴西会给你吗 你以为别人是傻的 这样的话你做了什么 我认为中国现在这么多电动车 最后都会变成电动车的墳墙 最后应该是这样的结果 你又监控 又自动爆炸 你又人面识别 又拍照片 拍视频 上网 我认为谁敢用你的车 对不对 香港说 我们的积金局 第一季 美股基金有92亿流入 这个当然是 港元 超过30亿流出中港股票基金正常 一定是 你现在流入去买美股 怎会还买中港股票基金 对不对 但有专家说 不是 情况令人担忧 他担忧为什么呢 就说 你留这么多钱进去单一市场 敢不够分散 这些就是毒死了书 这些毒死了书 坦白说 你 一定有个核心 其实 一个基金一定有核心 你不像以前 比特林奇 他有几百个 不知是一千个股票 你分到这么散 你怎么办 对不对 你再放在香港和 中国的 你只会死 其实 你现在没有什么市场 让你选择 美国 日本 赶少许 美国 日本 台湾 赶少许 欧洲 印度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你不可以这么想 太多了 流入美股 当时 你在美股里面 你买来收息也好 你买美债也好 对不对 对不对 下个星期一 开始 餐具走数 美心已经立即出来说 成本增加五成 不用想 所有的 麦当劳 餐厅 肯德基 美心 大家乐 大发活 全部都要加价 不知加多少 外卖是加紧的 其他加多少 我不知道 所以 不知道你干什么 这个真是令我觉得 相当丑 特首政策组 黄元山我们说过很多次 他政策组下面 有一个 特首政策组的专家 叫做林嘉丽 就是荧光幕 原来 他就是越南女首富 这案子 其中一个被通缉 哇 大哥 你被通缉 你找这样的人进来 好了 这个越南女首富 究竟犯了什么罪 他呢 这个就是去年六月 这个所谓特首政策组 在政府总部开会 这些个个都十几万一个月 不过你见到 你一拍下去 个个在玩手机 有个说电话 全部低头玩手机 就不知做什么 这些人 就说 开了 开了几次会 但是开会的事 就不能告诉你 个个是十几万个月 王源山是三十几万个月 好了 这个林嘉丽 他是香港 数码港的前任主席 现在差不多证实了 他的名字 和越南女首富 诈骗案的其中一名 被通缉者 被越南通缉者 名字是相同的 他没有说不是他 他没有说不是他 这个越南女首富 张美兰 究竟是什么事 很简单 就是 他和数十个 家人和数十名同谋 勾结 在2012年到2022年总共十年时间 将SCB这家银行作为自己的私人提款机 提取了440亿美金 的贷款 如果计他 诈骗 总共是 111亿美金 即是936亿港元 他被判死刑 现在是上诉 另外他的丈夫是一个香港人 刑工莫这个 朱立基 持有159亿元香港物业 被判90 即是被判9年 监禁 现在也有机会上诉 好了 说完 Statement 就到我说了 第一件事 这些东西我不信 什么不信呢 很简单 一件这么大件事 这个人如果无权无势 怎样做得到 你告诉我 大哥 一间银行 400亿亿美金 你知不知在越南是多少钱 你去越南 吃个河粉 港元是十多元 你知不知道400亿美金 在越南是多少钱 他几乎欺骗了越南百分之二十的GDP 你政府里面没有军人你做得到 为什么会找他来祭旗呢 很简单 投名状 即是说越南向美国佬交投名状 现在我们是青年 你们放心投资 跟当年的邓小平一样 出兵越南 主要是什么 交投名状 博取美国佬的信任 我都希望我不懂这些东西 不过我懂 所以我不会觉得他是主谋 他有份 不过幕后的大老虎 一定不是他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 他这次被判死刑 有什么分别 和许家印有分别吗 没有分别 440亿美金 等于你骗了几万亿美金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怎么会被你骗到 傻子 没可能的事 所以大家不要这么认真 以为 哎呀 现在越南 清廉了 向来也有 越南是共产主义的国家 你记住 单凭他一个人 如果没有军人 朝中没有人 绝对做不到这些东西 怎会由他一个 可以做到 多余 对不对 说回其他新闻 非常奇怪 那么多 说DSC 史提外舍 你看到 这个DSC当局 都没有反驳 唯独 有一个 他反驳的 就是公民科的 评决考参考 为什么数学科又不说 英文科又不说 公民科才说呢 公民科就是国安 就是现在新科来的 你看到他即时扑出来 他说这些资料 全部是假的 就是说 网上流传的资料 不是真的 好了 就是说 数学和英文是真的 因为你没出来扑 还有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 究竟是谁 洩漏出来 是否刚刚抓到那个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说得很清楚 他说得很清楚 这些资料 设定议题 审订、印刷、包装 分发程序 都严格 严格监控 有关程序 就按照廉署 防止贪污署的建议制定罪行 我没见过这些题目 我不知道 其实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人已经犯了23条 国家机密 因为公民科是什么 公民科其实就是有关国安 现在叫做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这个人已经犯了23条 就是这样 美股当然跌 这是正常的 为什么呢 一来升了这么多 二来 如果你不减息的话 也挺大问题 还有 美国的数据一般 他说 经济数据佳 我觉得是一般 他不是很差 但是也不是很好 Tesla 我和大家说了很久 年半之前我已经说了 Stay away from Tesla 不关美股现在跌市 竞争太多 竞争太多 通街都是电动车 对不对 你看看 现在美国欧洲 中国 通街都是电动车 如果美国佬不是顶着中国的 欧洲佬不是顶着中国的 全世界都是中国的电动车 Tesla不死也挺难 对不对 对不对 但问题是 即使你用关税 顶着中国的电动车 你美国也有很多 对不对 你美国也有很多电动车 不是只有你一个电动车 对不对 所以 我不觉得 大家应该再持有Tesla 我年半之前已经说了 日元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有些东西会去一个Happy Medium 即是去一个Happy Equilibrium 简单说 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现在问题就是 日本因为日元贬值 所以三月份的出口 就是连续第四个月的增长 当然新加坡跌 跌了百分之二十 原因就是 现在日元 是一个十字路口里面 它去到一个 现在日本 里面的公司 本来它是受惠日元贬值 但当你贬太多的时候 情况就不是这样 当然 你看到 当你的东西很便宜的时候 通街都是什么 讲英文 银座 常听到英文法文 我朋友刚刚在日本回来 他都说 很多贵老 通街都是贵老 满街都是贵老 我说什么贵有 对呀 英国人也有 美国也有 欧洲人也有 澳洲人也有 什么贵都有 韩国也有 为什么 因为便宜 对呀 因为便宜 全球买家涌入东京 银座 但是问题 当你的日元贬到 贬到一个 一个level 大家看到 这个不懂得读名 Tag Huber 这个标 一个标比香港 便宜 超过一万元港元 如果我是收集加 我都过日本买 对呀 这个花旗 估计 半年里 日元的定息 现在高达三厘 日元会从上140下 我不知道 我不估计 但是 现在的日本商家老 已经说 他说 对呀 你日元是贬值没问题 我们卖出去便宜了 但是你不要忘记 我要买原材料 那些原材料很贵 你拍一拍之下 我没钱赚我还亏 所以问题就是你去不到一个 happy equilibrium 就是说 你贬过日元 是出口强劲了 不过 你赚的钱 是少了 大家想一想 不如你贬到200便可以 贬到200便整个日本岛都会飞起 不行 对呀 你要吃东西下去 就有市坡出来 一样 对呀 你要入就有出 你有入没出 有出没入就死 所以当你贬到某一个level的时候 其实对经济有伤害 你一定要找出一个大家都开心的平衡点 才可以 如果不是的话 这个是自然生成的 这个就是市场的力量 这个就是市场的力量 不是你去干预 而是他告诉你 搞搞他好 不是 很多公司都没有利润 你没有利润 那怎样呢 国家收税 你没有利润哪有税收 这些就是自然生成 不用你硬去干预 对吧 另外 这个苹果的添谱 这段时间 就 马不停 首先去了 现当先 现当时 见了这个总统 有机会在那里 撤厂 另外 去越南 去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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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还没说完 跟着即时去连 新加坡 原来我看资料我才知道 1980年 苹果已经在新加坡 有个office 有个点 不知道有没有用到我就不知道 但这次Tim Cook 就说我要用多 大约是2.5亿美金 扩大新加坡的圆区 你见到现在Tim Cook 他要做的事很明显 就是由中国 散出来 譬如Data Center Distribution Center 人力资源中心 维修 怎样 分散在 东南亚 除了中国和香港 很明显的 越南 生产 印尼 生产 印度不用说了 一定是生产 新加坡可能做物流中心 或者是维修中心 在日本做原晶 台湾台积电做晶片 你见到很清楚 整个散出来 当然 又好又不好 日本就会一样 在欧洲都一样 他会加强打击一些壟断行为 即是iOS Apple Store 就说 你一定要支援第三方商店 还有说 你不一定 只能够在Apple Store 下载应用程式 不一定 第一 你不可以 不给第三方的应用商店 如果不是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打 你很影响 你个个都用iPhone 我又让你iPhone进来 所有东西都用了你的Apple Store 又一定要经你下载 你不可以 对不对 你的手机 苹果和Samsung 都打了 所以这个正常 在欧洲一样 没办法 我认为苹果也要走贩 如果不是 就罚款20%收入 当然大事 巴菲特又有动作 巴菲特发行 2633亿日元 大概是 133亿港元 发行来做什么 当然是买日股 你想想这么大的银码 巴菲特 难道走去那些 即是 外币找换店唱吗 银行也唱不到这么多 133亿港元的日元 即是说巴菲特应该就出售了 很难说的可能买日债 不出奇 你有多利息 巴菲特为什么不买日债 另外Oracle也计划10年里面 投资626亿 这个就是港元化出来 你将它 变成这个美金 即是五十几亿的美金 在哪里 在这个日本 希望满足日本的 AI和云端建设要求 所以你看到 我们年纪之前说 亚洲金融中心 一定是日本 年纪之前我已经说了 绝对不是新加坡 现在 你可以基本上肯定都可以 美国上个星期的 新领失业救济人数 21.2万 没什么多没什么少 另外4月费城 联储制造业指数 就升到15.5 两个 这个数字都挺好的 OK的这个数字 Azmo 即是艾斯摩尔 第一季财报 其实 销售有点下跌 但是盈利也上升 但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 你现在 中美又再打 甚至现在 艾斯摩尔 喂 你 联邦 这个中国的 极止外交机 你做维修都不行 所以 包括他 包括台积电 都是差的 这几天的股价 跌了6-7% 没办法 你看到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 它会越来越强烈 台积电 台积电 跌了5% 台积电 无论ADR 台湾今早都跌了4-5% 台股跌了7-7% 3.8% 因为台积电的权重 台积电的 第二季营收是很好 估计会冲破200亿美金 第二季 第一季的税后盈利增加9% 另外台积电 半导体 圆征和车用市场 都会不如预期 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 因为中国 你想想一件事 现在这样的环境 中国还怎么 不停做的电动车 瘋了 没可能的事 你说有些比较强烈的 都可能找台积电 但是你看到都没有 现在你真的要等 越南、印度、印尼那些上 才有第二个世界 现在真的要这样 你 你指议中国是没可能的事 你指议中国香港是没可能的事 全球都封死你 你哪里能做 另外 大家信不信 中国第一季的GDP 增长了5.3%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信 但是有些大行就信 但是 其实他们也很相对 就是说 信是还信 但是 实际上 投资 也是在减少 我们很简单 美国也是3.5% 你中国有什么可能会5.3% 你中国可以比日本 日本现在刚刚上 这个大家都明白是什么 你不要以为 那些鬼佬真是那么笨 我上调你的 增长率 有时都是做长戏 他真的要有钱 进来 你想想如果中国 真是还有5.3% 你觉得没有外资进来香港吗 绝对不会 真是中国好香港好 如果你看到有外资进来香港 即是说人家顺利 但如果没有的话 即是没有人顺利 当然 这个惠玉 甚至 将多家中国企业的评级 变成为负面 除了六大国有银行之外 亦都将腾讯亚里 即是六大国有银行 加上腾讯亚里 由稳定调整为负面 但是A加 他解释很简单 因为你的信贷评级 不可能高于国家 现在眼看很清楚 很多东西都是什么 国家 从中干预 他叫做好的 还给A加你 他给A减你 就变垃圾 但是他现在负面 怎样都好 他发债的利息都要比较高 拜登说 要正式启动 这个贸易调查 考虑将中国 的降举关税提高三倍 由现在的7.5 提升到25% 他不一定要做完 他可以用行政命令 他可以用行政命令 接着补回 我相信他加中国电动车的关税 这些降举的关税 太阳能面板的关税 我想不会等到特朗普 就是拜登已经加了 特朗普再加是特朗普的事 或是下一届的事 为什么 因为他要取选票 所以你想想一件事 如果伊拉克 可以阵住伊朗的话 拜登有面 有面子 你看看打到几个仆 谁还敢动手 是不是 这个是有面子的 你看到 你俄罗斯还敢动手吗 你中国还有钱吗 你俄罗斯中国已经没钱了 已经 尼哈马斯都 七成 你想想一件事 谁还敢帮伊朗做事 我整个组织有七成人被人斩了手 你还敢做你不要命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这个 以色列是做得对的 谁还敢帮他 我就赶尽杀 杀你七成的人 来一来 是吧 谁敢帮他 你给他多少钱 你拿钱也没用了 你也没命 喂 我一直射了几个 我找个代理人 都捱几个火箭弹 你敢不敢打 如果火箭弹射在你 你死的 你不要命 要钱 是吧 所以你问我 以色列做得对 谁还敢跟你卖命 你给了一点点钱 你想想 表面上来说 拜登当然是吵了 喂不要这样 你不人道 实际上 拍手叫好 哇 我在中东 他是我的代理人 他威力了 你觉得美国会不会吃不住 以色列当然不会 很多东西 军备 很多科技都是给他的 以色列也做了一场好戏 你找代理人 我找代理人 我的代理人打到你的代理人 糟糕 你代理人下面的代理人 整个党都被他灭了 你还敢不敢动手 是吧 那你如果把关锐加到百分之二十五的话 那就 没什么钱赚了 是吧 喂 他可能 我记得 特朗普说过 所有都加百分之六十五 那就不用玩了 你加关税百分之六十五 即是不跟你中国做 日本旅游当然很厉害 三月份 访日的旅客 突破了三百万 香港占了二十三万 香港人今年第一季 用了一千五百四十三亿日元 如果我们 跟平均 化作一个月 计算二十三万的香港旅客过去 每一个香港旅客 去日本大约花一万一至一万二千元港元 其实OK吗 OK 你自己计算一下这个数很大 喂 二十三万个香港人 一季 每一个人 用一万一千元 那里 两亿 五千万港元 吃鸿吞面也吃死你 对不对 你想想如果这些 使用香港的 香港的饮食业 零售 不用倒闭 不用倒闭 那这班是什么 这班就是还未走的中产 这班香港人 真香港人 还未走的中产 就是这么多 你想想 多过2019年 比2019年 华为出了新机 Pura 70 但是又是那招 什么芯片 不知道 即是减的可以 喂 那里面那些什么 老板 是吧 可以不说的 你中国的机器 这么古怪 那你用什么来的 不知道 看你买不买 不敢说 我估计 都是之前 禁令之前买的那些 是吧 五千多元 人仔 接入这个AI 还有就是用这个鸿蒙 看到了 用这个鸿蒙 4.2系统 你买我就不妨你买了 眼看就是一部 比较漂亮的相机 是这么多 我不觉得鸿蒙可以用到 它只不过是皮肤 它只不过是鸿蒙皮肤 你想想中国人其实很可悲 你想想一样东西 你用手机 已经可以24小时 屏幕了 你还不够 银上电动车 它的电动车 再屏幕一次 是吧 接着街外面 街外面就是 监控镜头 你自己送自己的人过去 买电动车 电动车里面 直接拍照 你两个在车里面 拍照 拍照 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最重要的问题是你连到电脑 它一连着电脑 你即时 所有东西 习主席上知就知 真人骚的 不是开玩笑 是啊 不是开玩笑 真人骚的 它即时拍到你 即时就上传了 它不认你咬它 对不对 它不认你就是咬它 所以你说中国人 是不是 自己拿来 手机就已经被人监控 接着买电动车又被人监控 街的路灯 五步一缸 十步一哨 又是被人监控 这个瑞士手标就惨了 为什么 因为 以中港为主要市场 这次 澳米加这些就惨了 大家看到 三月份 香港瑞士手标的出口额 是2020年以来最惨的 出货给香港的数量 大跌44% 跌了一半 跌幅是新加坡的三倍 即是跌幅 新加坡 还可以买这些贵价标 香港 已经没有了四成多 最大问题是什么 就是 香港 中国 是他们瑞士手标的 第二大市场 我不知道第一大是谁 出货量 大跌42% 香港出货量跌44% 一样 你想想一样 香港 没有了 所谓内地来的 强国人 内地的富二代 全部都没有了 香港移得民的移民 走得的走 内地人都不敢来 每个人来 即是窮游的 谁会买你几万元 十几二十万元 一只这样的手标 那就死定了 这个问题是 他自己不转换市场 这是他的问题 你还继续这样 指望香港和中国 你澳米加不倒闹也挺难 真是 另外 这个Twitter 就要收费了 现在证实了 你在Twitter 如果是 X 即是你新的 注册用户 就要收钱 Elon Musk 已经证实了 他是这样回应 他说 收你少少钱 为什么呢 证实不是机械人 开这些垃圾账户 第二就是 不让其他人用了很多 有些账户被人霸了 但长期没人用 这是他这样说 我不知多少钱 但我自己 我有Twitter 即是X的账户 但我不发现 他最主要就是你发现 即是说 你要注册 就是你要发现 即是你要发现 就要付钱 付月费 但你不发现 只要看 就应该是不用的 Netflix上季 同样做得很好 做得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加价 我都收到通知 就说 下个月开始 由 78元一个月 加到 88元 港元一个月 但他们都说 由明年开始 就不再提供 每季会员的数量 或者每位用户的Apple 即是平均洗费 不知为什么 不知 我不知为什么 但其实这次 他那个 今季的成绩 是做得好的 对他有没有影响呢 我就觉得应该要 discourse 如果你不discourse 是差一点 这次 WhatsApp 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 就是WhatsApp 现在 已经有对话 筛选 即是 会把你 读了的 和未读的 信息 分开 这个 你就会见到 为什么 WhatsApp 可以按 once 因为 转合八格 用了很多钱 买了很多 GPU 等于微软 我们也说过 我买了很多GPU 给Data Center用 这个对我们用户来说 是一件好事 坏事是什么 坏事就是 苹果 已经将 内地 WhatsApp 这个App 下架 包含Thread 其实在内地 是可以用WhatsApp 我老婆用过 不过 它是会 Delay 即是 不是即时送出来 可能一段时间才送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在看 有人监视着 既然有人监视 为什么不让你用呢 问题是因为它不知道你是谁 它最多是截了你的信息 不让你传出去 但问题是它不知道你是谁 即是它不像内地 我是微博 小红书 或者微信 我可以知道你是谁 但是WhatsApp 它不知道 它只知道如果一个没有头像的人 用过化名的 它是不知道那是谁 因为我们登记在香港 香港的资料 就是Facebook Facebook 不会discourse 所以 它连这东西 都不让你的漏洞存在 直接要你下架 不是苹果不让它 不是截不到你的数据 是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没办法知道你是谁 我怎知道你说什么 你想想 现在我们200斤 害怕得多重要 所以在国内 现在就没得用WhatsApp 你这份监控也没得用 另外中国和德国 刚刚苏尔茨走了 签署自动驾驶合作声明 声明而已 没有法律效力 德国希望将数据传媒德国 中国就不允许 但是如果中国的电动车在德国 就可以将数据传媒中国 今次看看苏尔茨是否站得硬 如果你站得硬的话 我想现在中国也没办法 你站得硬 现在 他想来 问题是为什么德国要这么卑躬屈塞 我真的不明白 德国也不是差的 为什么要这么卑躬屈塞 我相当不明白 难道真的差得那么厉害 或者真的有那么多好处给他 是吧 根据美媒Political的报道 美国的首相 孙力 打算推出一男子的措施 加大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限制 英国 我现在说 孙力的最高富手就说 英国的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因为太开放 暗示在降低风险的推动之下 限制中国投资 这样也兑现了新卫城向美国总统拜登做出的承诺 所以我们说 李嘉诚一定死亡 一定死亡 他就当你是共产党 一定的 我们老租已经说了 你现在 移动黎智英和47人案 我亦都相信 欧美 制裁机会很大 美国 未必那么紧要 但是英国就麻烦了 香港很多高官 全部的财产 都是和英国有关 你不放在英国 李嘉诚 为什么会放了那么多投资在英国 原因就是 以前英国是香港的宗主国 以前香港是英国是宗主国 对不对 你所有法制法规 和朝中有人 李嘉诚都更懂 对不对 好了 但是现在人家会不会相信你 你只是李嘉诚的钱放在哪里 你的头痕 人家现在一通过了 我一定要你李嘉诚 将你的utility 多少个percent的股份 卖给英国公司 即是你不能占最大股 你李嘉诚的头都爆 李嘉诚不爆 你只剧的头都爆 非常之 讽刺 欧盟 尋求和英国 恢复部分的移动自由 不过是三十岁以下 有些事是相对的 对不对 即是说 其实欧盟 譬如德国 经济 真的不是那么好 你看到的 他寻求 为什么要给十八岁以三十岁 一定就是做事 对不对 新力军 一定是 年轻人不够 欧洲也是 所以 脱欧 大家死 再来 最尾 就是这个 微盟 我一看我都害怕 大家知道微盟 得了多少钱 最高是 二十九 2013 微盟 现在只剩了 1.12 配股是第二个问题 跌了18% 现在只剩了 1.12 你知不知 他上市也有五个多 跌到垃圾一样 即是跌了99.9% 哇 还要配股 你想想一样 妈妈 你二十九元 跌到 只剩了 一个多 你都还要配股 集资 三亿港元 你问你妈 你问这个 腾讯拿不就行 是不是腾讯也没钱 我就不知道 这家店可能都玩完 即是想着配股 属2亿美元的可换债 你以为现在这家店玩完都可以 你想想这些股票 跌到这样的款 你二十九元 怎样跌到只有一个多 你一个 一个三毛多 你还要配股 你说 跌不跌家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YouTube投资笔记 美股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如果大家有兴趣 做一个 美股组合 用来帮大家 提早退休 或者帮大家 现在你退休的笔钱 起码可以追到通胀 大家可以订阅这个 大家可以订阅 4月份 投资美股 提早退休 亦希望大家可以免费订阅我们的YouTube 英文财经频道 US.marketweekly 我连结在下面 我们的网址 我们两类型的收费项目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看营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账户 大家任何问题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今天已经是星期六凌晨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今星期的所有免费节目都做完了 多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星期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